端午节连续假期的第二天 位在花莲市中心的花莲文创园区 也特别邀请了慈恩艺术村 以多元文化为主题 筹办了一场为期两天的多元文化市集 邀请了在地、欧美、东欧以及日本等地的艺术家 带来了美食、手工艺、艺术创作和体验活动 等主题摊位和音乐的表演 欢迎民众前往感受东西文化融合的夏日美丽 国立台东生活美学馆 自今年进驻花莲文创园区之后 以花创艺文橱窗文化创意活动来推动和活化园区 在6月端午年假期间 这次以多元文化为主题 邀请位在吉安厂的慈恩艺术村 一起筹办了一场为期两天 东西邦文化融合的多元文化市集 主要想要呈现的就是多元文化的脉络 所以除了在我们慈恩艺术村 来自五大洲不同的艺术家 住村作品的呈现之外 我们在市集里面邀请到花莲在地的 已经生根发展的新住民 以及外国人士 从他们的视角来看看 以他们的文化脉络 结合我们花莲东岸地区在地的乡土风情 这样的一个精神的呈现 市集邀请到本地 东欧 美国 日本 西班牙籍 智利等 主居或短暂居留在花莲的艺术家 一起相聚 分享各地文化与花东文化 碰撞后的精彩故事 一位来自日本的小林拓老师 他在日本是米渠制作的专家 这次也特别 我在我们花莲艺文橱窗的邀请下 来到我们花莲文创园区 来办这样的一个日式味噌 手作味噌的工作坊 是我们慈人艺术村 住村的一个葡萄牙的艺术家叫Marissa 那他来到台湾之后呢 对这个汉字的这个钻题 特别有兴趣 所以呢他也融合了这个 他在原本的艺术形式 结合我们这个汉字的钻题 然后呈现在我们的这个摊位里面 20个主题摊位 包含美食、手工艺、艺术创作及体验活动等 同时提倡关注动物权益及环保意识 并邀请东西方音乐 带来精彩的草地夏日音乐 欢迎民众周五周六把握机会 前往感受东西方文化的魅力 更多活动详情 请搜寻脸书粉丝页 花莲文化创意产业园区 记者蒋邦雁华林诗报导 请搜寻脸